海内外中国人反抗中共暴政 举遍随时会到来 习近平到2035年才交拳 对台发不强信号 中国疫情再次大爆发 乙同陆续尼西 细围扰说法 南白峡已破局 拷求将各自推出政府总统候选人 哈马斯领导人之子 厥巴勒斯坦人被当人贪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宁 11月24日 都是中国白纸运动的一周年 海内外的中国民众 在这一年来对中共的抗争越来越强烈 有分析认为 中国可能随时会发生巨变 11月19日 《人权观察》发文指出 中共的严厉控制并没有阻止中国人促进正义 去尋普世的价值 人权观察 亚洲总监伊莱恩·皮尔森在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日益高压的统治已过去十年 今日追求更加公正中国的暗流 继续激励着很多中国人 今年十月末 上海年青人用一种讽刺中共对百姓極端严密控制的方式 来庆祝西方万圣节 有人变身为涉仗头 有人变身为正义化身的英雄蝙蝠俠 有两个人都不弱而同地扮成被中共用来宣传洗脑的文人奴迅 许刺的是 中共经常说奴迅不下充满了对所谓旧社会的揭露 但在青年失业率持续高升的当下 在国民经济严重萎缩 老百姓不得不折衣缩食的现实中 年轻人扮成奴迅 表明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强烈不满 10月27日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 多印发数百万的民众纷纷自发 前往李克强的安徽故居献花悼念 全国多个城市都出现悼念李克强的花束 相关影片和照片都在海外卸媒广传 不少人都在花束的卡片 引用李克强生前的一句话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由此可以感受到中国民众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 通过悼念李克强来表达对中共暴政的不满 而中共对此也十分恐慌 在拜集会期间 来自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及民运 访民组成的众多团体 纷纷聚集在旧金山 他们罕见一致的喊出打倒共产党 共产党落台等口号 呼吁结束中共暴政 其中有不少正义人士 纷纷动手扯下亲共团体 悬挂的五星血旗 这都反映出天灭中共的天象 在人间的体现 众多的民意都展现了天意 说明中共的统治不但不得人心 反而几乎是气数已尽了 对此士平人王有群在大纪元赞文指出 很多海内外的中国人现在都在为中共倒台做准备 中国的巨变已是天使、地理、人和兼备 如果再来一个刺痛人心的突发事件 可能就会引发一场政治巨变的惊涂海浪 日前有消息披露说 习近平打算连任到2032年 直到2035年才交权 都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在美中峰会上的言论 对台湾来说是不长的信号 11月15日举行的美中峰会余波未了 日前士平人蔡晨坤在X平台发文披露 习近平之所以选择和拜登放下姿态 是因为习近平打算连任到2032年 然后才挑选接班人 也就是说他很可能要掌权到2035年 习近平多向美国政府高层释放出 不要妨碍其连任的信号 直希望美方不要对他的连任带来麻烦 蔡晨坤又表示 对于美国最担心的台湾问题 习近平已经表明态度 没有什么武统时间 对习近平来说 只要美国不挑战他的个人权力 明确保在2035年前的政权稳定 就是习近平的头等大事 谋言发动台海战争存在太多不可之因素 无论是习近平个人还是其家庭 都无法承受台海战争失控 带来的重大隐患和风险 但有人对此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推断 11月21日据上报报道 华盛顿邮报刊载专栏作家罗金的文章 罗金在文中引用美国高级官员披露的消息说 习近平曾在美中峰会上 向拜登表示 对两岸关系更倾向于和平统一 拜登和习近平重新说 美国支持保持台海现状并决心维护和平的态度 但习近平说 和平固然是好 但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更广泛的解决问题 一些现任及前任的美国官员认为 这句话表明习近平对台海现状越来越不耐烦 他似乎正打算通过施压台湾来完成统一大业 罗金在文中指出这对台湾来说是不长的信号 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表示 中共外交部对此作出的解读是 习近平告知拜登 美国应该支持和平统一 博明说 这是目标的重大转变 因为中共现在表示 和中共的关系是以美国支持中共接管台湾为基础的 习近平的意思是 我不会再容忍台湾现状了 而你们阻碍了我们 他认为这对台湾是情况转坏的迹象 罗金在文中还提到 有两名参与拜集会的美国高层官员表示 习近平在台海问题上变得更自信 一个表现就是 习近平对美国发出强烈警告 不要武装台湾 第二个表现就是 习近平敦促拜登 不要在台湾大选中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 賴清德 中国疫情再次出现大爆发 不但各地儿童医院爆满 而且已经开始死人了 世卫都要求中共给出说法 日前 北京 上海 和杭州 大连等 多地医院的门诊大厅都擠满了人 民众挂号甚至排到了几千号 而天津儿童医院近一天的门诊量 就突破了一万人次 多个城市的医疗系统都出现 凭临崩溃的情况 很多医院只好将骨科和副科都改成了呼吸科 来扩大收治厌疫患者 有网友说 大家没来医院可能想象不到严重程度 基本上医疗系统都见底了 各个医院都没人了 也有网友表示 北京的儿童医院和儿园所现在基本都挂不了号 幼儿医院移科急诊要等24小时以上 北大富儿都是基本12小时以后才可以等上 还有网友发帖说 我不知道北京天津这是发生了什么 我只感到恐惧 这是我国儿童从未有过的景象 单只家长带孩子排队身心俱疲 就连医生都忍不住发牢骚 11月21日 山东一儿童医院的医生在微信朋友圈表示 现在上班和打仗一样 我们打针都打到了生无可恋的感觉 根本打不完 就连一向为中共背书的胡锡进 都在11月22日发微博说 外村里烧到40.6摄氏度 过去从没有烧到那么高 他表示 各大医院儿科都挤爆了 带孩子去医院晚上挂号 凌晨才看得到病 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才知道有多难受 更严重的是 已经有不少孩子因此去世了 11月18日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媒贴出聊天记录截图 显示一名大连的家长告知老师 小孩因资源体肺炎恶化去世 而这已经不是少数现象了 赫隆江就有一个2岁多的小孩 因感染而去世 11月12日 天津第二人民医院多级一个4岁的小孩 下了病危通知 而播最先以儿童为感染群体的疫情 尽管在一个几月前就爆发了 但中共一直用资源体肺炎 敷衍外界 11月22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 而通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 要求中共提供更多流行病 和临床医疗的讯息 和儿童肺炎感染病例的实验室化验结果 美国病毒学家林曉旭表示 中共官方在过去几个月都没有公布 中国大陆的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 这个本身就是 新冠并没有真的从中国彻底消失 我觉得这是中共在隐瞒 协商多日的蓝白盒计划出现破局 24日 柯文哲和侯友宜都准备分别正式登记政府总统候选人 台湾两大在野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 曾上市合作 推出一组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 被称为蓝白盒计划 外界认为 如果蓝白盒谈判成功的话 两党的合力 或能和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民进党候选人 进行抗衡 但日前蓝白盒似乎出现破局 11月24日 也是台湾中选会登记政府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日 23日晚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突然告知媒体 24日上午 民众党会到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 两党曾对 柯侯佩和 柯侯佩 以及政党支持度等方面 造出9份民调 但双方对民调结果 不差的百分比认定 产生了严重分歧 国民党指责柯文哲已经在协议上簽名 却不认账 民众党则指责国民党明知道民调显示 柯侯佩的胜算大 但要求柯文哲禮让求友宜 结果协商迟迟都没有进展 23日下午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和柯文哲求友宜 及前总统马英九 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军月饭店举行了 在夜阵营整合会谈 仍未达成共识 导致不欢而散 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官方表示 有证据证明 加沙最大的西法医院被恐怖组织 哈马斯 用作指揮作战中心 哈马斯领导人的儿子 日前都在联合国演讲 揭露哈马斯将巴勒斯坦人 当作人盾 以色列官方曾多次强调 哈马斯恐怖分子 在西法医院的地下建立指揮中心 并策劃对以色列人的攻击 而哈马斯和西法医院的高层 包括院长对此一直否认 日前 义军队院长薩尔米雅进行了拘留信文 11月22日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 在以色列军人的保护下 20多名外国记者拿着电筒 来到西法医院地面下的隧道和哈马斯指揮中心查看 记者发现通过西法医院大院的一个大约2米高的隧道 就能直接进入哈马斯的地下指揮中心 里面的隧道四通八达 哈马斯指揮所设施齐全 有洗澡房、厨房、 博尔斯配备冷气 里面还有两张金属床 以色列军方说 曾有数万名巴勒斯坦平民擠满了医院的大院 形成了一面保护哈马斯武装分子的人团 哈马斯就是用这种方式自保 义军发现人哈加里将军说 启发医院是加沙最大的一间医院 多是哈马斯最大的一个恐怖据点 哈马斯迎接指揮官 在这里进行指揮和控制 发射火箭弹 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自保的方式 以被媒体曝光 而哈马斯创始人的家属 都主动揭露他们的罪恶 11月20日 哈马斯领导人 謝克·哈桑約什夫的儿子 摩薩·哈桑約什夫 在联合国发表了半小时的演讲 他指出 哈马斯在10月7日 对以色列的屠杀罪行是不可原谅的 而那些替加沙遭以色列殺害的人 多成了哈马斯要魔化以色列计划的一部分 哈马斯想通过犧牲数千名巴勒斯坦儿童 杨以色列受到譴责 摩薩指那些原意相信哈马斯针对以色列方言的人说 有多少人在医院被杀 哈马斯他们迅速指责以色列 而世界其他地方都听他们的宣传 摩薩也表示 如果哈马斯在加沙没有被跟随 这就相当给世界各地的极端组织提供了自由 现在很多极端组织的人看到了世界对以哈战争的反应 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摩薩提到自己出生在哈马斯领导人的家庭 非常了解他们并不关心巴勒斯坦人民 而是利用巴勒斯坦人作为人团 摩薩说 现在是团结起来的时候了 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失败 我们所有人将会是下一个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komm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